大家早安 接著全球現場 我們繼續帶你來關注的是 現在中美關係緊張 剛剛慶祝完百歲生日的 前美國國務卿季星級 這幾天訪問到了中國大陸 他見到非常多的大陸的領導高層 好 其實季星級他已經百歲 可是他還是這麼體力非常的好 因為搭乘從美國美東 來算飛往大陸的班機 可能要將近20個小時 但是他還是搭上了這一趟長途班機 來見見老朋友 好 今天是誰呢 我們待會再來看 好 不過大陸網友就說 真的是現在中美關係 真的滿緊張的 因為還要出動這個百歲老人家 來居中協調緩和嗎 當然是個玩笑話了 好 季星級此行訪華 他就是見到了這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之外呢 他也先見到了大陸的房長 李尚福 還有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好 在昨天的時候 他跟大陸的領導人習近平來會面 好 習近平他是以老朋友來稱呼季星級 習近平說是不會忘記老朋友的 再說這一回其實季星級的訪華是別具意義 因為他剛剛過完百歲生日 好 也是訪問中國大陸的一百多次 兩個一百加起來 使得他這一次訪問特別的具有特殊意義 雖然這一回季星級訪華這個行程的安排是非常的保密 都沒有對外曝光 中美官方呢也都是定調這是一起民間的參訪 而南華早報就先做出了分析說 季星級民間人士的訪問 其實至少是兩個月之前就先計畫好的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跟中國大陸有更多的交心會談 那季星級此行事先跟大陸的防長李尚福來會晤 好 這可說是呢 這個美國官方一直想要見 可是卻見不到的人 因為呢 美中關係現在鬧香了嘛 那軍事高層的對話也因此中斷 美方呢 多次都呼籲中國大陸 趕快恢復軍事高層對話 但是呢 大陸方面則說 好 你美方沒有辦法相向而行 那要怎麼來談呢 李尚福他在跟季星級會談的時候 他同時間也指出說 美方有一些人 沒有跟中方相向而行 因此破壞了現在友好的溝通氛圍 而對於季星級的北京之行 拜登政府又怎麼看 好 這是白宮的一個最新說法 白宮國安會的戰略溝通協調官科比 他表示 白宮已經知道 早就知道季星級會跟大陸領導人 領導階層來會晤 也期待季星級在反美之後 可以了解到更多會晤當中的重點 跟狀況 不過科比他也說 很不幸 很遺憾的事 這樣的一位普通的公民 因為現在這個季星級 他已經沒有官職了嘛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普通的公民 可以跟大陸的防長來會面 而且進行溝通 但是美國卻不行 他說這的確就是美方 應該要解決的問題 而現在呢 有分析就指出了 好 這一回這個美國的拜登政府高層 接連三位高官都訪問中國大陸 包括了先前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這個財長葉倫跟氣候特使凱瑞 除了布林肯他有見到習近平之外 像是葉倫跟凱瑞是都沒有見到習近平的 不過這一回季星級卻見到了 那這張照片是上個月 就是6月中旬的時候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 他訪問中國大陸 他也是有跟習近平來會面的 而且跟季星級這一次一樣 好 兩個人都是這樣子 跟習近平比肩而坐 好 對照一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在這個上個月的時候 這個布林肯訪華的時候 跟習近平他是採取一個 摸字型的這個座位 就是習近平他坐在主位 好 這樣子的距離感 一下子就是有一些的對比了 好 習近平他當時跟比爾蓋茲 在會面的時候就說了 中美關係的基礎因是在民間 應該要多多的交流 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 其實習近平的這番談話 也被一些專家學者解讀說 中國大陸現在還是認為的 在民間經濟交流的部分 還是中美之間是很難脫鉤的 但是呢 這個中美之間 在這個網攻駭客的議題上面 這幾天可以說是吵得沸沸揚揚 這是根據美國CNN 還有華爾街日報等等的媒體報導 美國駐北京大使伯恩斯 跟亞太駐親康達等人 被駭客入侵了 駭客透過他們的電郵 來蒐集拜登政府內部 對於中國大陸的政策的討論 還有計畫 微軟上週也表示 大陸的駭客攻擊 包括了數個美國的政府機構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分析 康達和伯恩斯是被害的最高層級的國務院的高官 駭客鎖定他們的電郵帳號攻擊 進入受害官員的收件夾 竊取機密資訊 根據了解至少數十萬封的美國政府的個人郵件 有外洩這樣子的可能 美國國務院現在表示 目前案情還在調查當中 而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呢 最近是深化彼此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 跟軍事合作 因為現在中俄兩國的北部聯合2023的軍演 20號在日本海這邊正式登場 這個演習會一直持續到7月23號 大陸官媒央視軍事頻道指出 這一回演習的課題是要維護海上戰略通道安全 開幕式是選在日本海的中部海域這邊來舉行 而隨後就立刻進行士兵行動 大陸解放軍的海軍微信公眾號也表示 這一回的聯合軍演是根據中俄兩軍 年度合作計畫確定的重大演訓項目 不過這一次這個演習的地點是在日本海 所以外界都認為說 這是不是在建制美日韓的同盟軍事同盟的演習呢 但是解放軍特別重申 這一次的演習是不針對第三方 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也表示說 演習的主要目的是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 還有穩定 接著關心的是大陸的航太界的盛世 這是大陸的神舟十六城祖太空人 在昨天晚間進行出艙 這三名太空人當中的錦海鵬還有朱洋柱 經歷過八個小時的任務之後 成功返回到天宮空間站 自渡飛天的航天員錦海鵬從神舟七號 時艙內配合到此次出艙活動 用十五年的執著堅守 圓了太空漫步的夢想 航天員朱洋柱成為了我國首個出艙活動的航天 飛行工程師 太空人在八個小時的過程當中完成了 夢天艙全景相機軌支架安裝 過程是圓滿順利 而其他的這兩名太空人金海鵬 其中之一呢 他其實這個金海鵬 他在神舟七號任務的時候 是在艙內配合的 並沒有出艙 但是在歷經的十五年的時間 才真正的出艙 完成了太空漫步這樣子的夢想 也實現了他的夢想 另外一位的這個太空人朱洋柱 他則是中國大陸第一位 執行出艙活動的航太飛行工程師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 首先告诉我 用洗詞解脫衣 不停 … 暖身 …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